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今天过来赶喊哦,到这小坝里边 我现在发现一只这种太阳芯 看,这个不大哦,应该是已经被风干了的 干掉了的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哎,多少只,手乱了 多少只脚啊,我也手不明白了 这个很漂亮,回家晒一晒当中标本 里面的肉是可以吃的 我去年捡到的那一只啊,比这一只还要大 带着带着 好漂亮 肯定是上面,划下来,或者是风吹下来的吧 人家放到这儿的,也有可能 哎,过来,你看这边有一个 哎,你说这瞧不瞧,这只 可能比这只大一点吧 差不多大哦 一对哎 捡到一对太阳芯 这个不错 回头到时候抽奖送给粉丝也可以啊 好漂亮 再找一找啊 这是捡漏型的 就过来后面捡一捡 这水几个好清啊 这水几个好清啊 因为小热 怎么了 今天太阳还可以,没有风 应该会睡会一些海鲜吧 戴上手套啊 开始搬搬这些石块 看看 这一只大海鲜 在这里 好大 怎么样 哦,稍微一定受伤了 哦,都看到它这个黄了 带着带着,这个回家可以吃它的肉 好大,比太阳芯都要大了 我们沿着这个地方找一找啊 你看,这边有一只海鲜好大的 固执也可以 哇,好玩好 好大 这个石块,我们翻开看看 哎 有没有荣物 哇,你看 下面吸着一只把老鱼 吸得牢牢的耶 我这就是 凑小的把它掀开了 你说,我跟你有没有缘分 要吐沫吗 可别吐沫啊 好多冬天的羽绒服都被这个东西给吐的 脏了,而且这个沫还洗不干净 来,上我洞里面 这个短腿特别爱吐沫 来,上来 走的 来,过来,过来,看 这边这边,这是短腿爆炸鱼 它把头挤在这个 石块底下干什么 你脑袋压得疼不疼 来来来 把它扣出来 小的好有筋呀,这些 来,把10块半块 我还制不了你呢 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你看,它这个腿在这块 难怪我拿不出来 这也可以 个头不错的 收了啊 上我的筒里 这边这只海星也好大 这边的碰到熊羽绒 脏油胶很有缘分啊 一直上货呢 它很大 这边这只小海星好漂亮 看到吗 你看 这只咱们带着了啊 颜值好高的 过来,看这边还有一只 今天海星好多呀 回家蒸着吃 带着 咱们这些10块 都帮它看看哦 今天没有抓到螃蟹啊 我看看能不能抓到两只螃蟹 水一弄就红了也看不见 没有东西 哎,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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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东西 鱼尾巴 下面有货 哇,在这,在这 那条黑头鱼啊 哎 哇 哎 哎,别别别,过来 哎 有东西好快 它这个东西就特别好抓石头 在这个石块底下 搬起来我也抓不到 这边还有个海螺 上哪去了 上哪了 哎呀,没到抓鱼的时候都好无处啊 这种小鱼鱼的特别的快 又进石头里的尾 到里面我也抓不到它 我试到它了 哇,这水好凉啊 拔凉拔凉的,哇 哎呦 小样的,你这个 好好好,被我脚挤住了 好 哦 上桌里面,我的妈呀,太 厉害了,被它抓得可腾可腾了 它身上这个刺 哦 好 回家冻一趟喝 今天我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抓这个鱼啊 真的 把我的手啊,都冻了木了 这个手臂 衣服都湿了,这个袖口 那我回家了啊 咱们下期再见吧 哈喽大家好 小张又来干海了 听邻居说这里那个蛤蜊啊 很多 我们下去看看吧 回家炒蛤蜊吃 走 这一个海螺壳呀 这海螺壳那个尖丢了 这个就不要了 不完整 这这个 小海参哟 你看海参宝宝 不大哦 颜色很通透很漂亮 看看 海参宝宝 太小了不要了啊 再长长吧 长大了再来找你 再下去看看 哈罗 小海参弄的 这一趟一趟的 这一趟一趟的 干啥呀这是干 这是干什么呢 走青蛙 毛嘎 毛嘎 毛嘎之前 有个毛嘎 海葵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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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 跑了跑了小小的 小海葵 嘿 放了 一会一起收走 蛤蜊 距鲲 喷 下读 鲜病 猫嘎 红甩头 又一个 猫嘎 这什么猫嘎 猫嘎 这 蛤蜊 我们去看看 我对这些管道的底下就特别好奇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我来看一看 哇塞 墙壁上这都是 海栗子 哇 我发现一个好大的海葵 看 好漂亮吧 哇 哇塞 这只好大啊 这一只 特别的大 啊 消水滑滑的 还有点恐怖哦 我们就不进去了吧 下面有什么呀 哇 这一只 好大好大的海葵啊 看到了吗 哇 这只好大哦 哇 哇塞 这只好大 长在这个石块上 我试试它了 特别大哦 啊 快走吧 这垃圾带出去 我带不出去 特别生 上面还有哎 去看看 啊 哇 好大 海葵 看到了 还发着光的 太亮了 真的很大 这只 哇 看 它闪光哦 走了走了 不能在这里长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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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